狗狗 狗狗是人類的最好朋友 但對Alex 而言不僅是一個朋友 他叫Roy Roy 他們兩個的緣份在2008年開始 當時Alex 在屯門經營賽車場 遇上無家何歸的Roy Roy Alex 見到車場有位就被他留下 可惜2010年因為車場要關閉 Roy Roy亦都被遺忘 自從幾年前再偶遇患病的Roy Roy 令到Alex下定決心要開一個 非一般的流浪動物中轉站 給他們一個舒適的臨時居所 我們希望可以營造一個較為好的環境 給貓貓狗狗 即不是一個狗場可能有50隻100隻的狗 其實我們這個場地都可以做到 但問題是我們希望可以營造一個公園 可以他們有一個正常活動 在這個地方雖然是一個暫停的位置 但希望在暫停的期間 他們都能享受到一個溫暖的感覺 為了這個中轉站 Alex 不惜賣了兩架古董車 更斥資近百萬裝修場地 Alex 和太太花盡心血開辦的 非牟利機構果園社企 接收流浪的貓貓狗狗之後 除了會執領他們 部分狗狗更升呢 你看到他左眼有些流眼水 其實他的眼睛盲了 後來之後我們發覺到他都很溫馴 可以做一個狗醫生 所以他現在考到這個牌照 可以去一些老人院探訪 希望幫助一些老人家 Alex 的目標 都不僅是為動物沉蜜歸縮 更希望可以聘請殘疾人士 故寵及人為他們提供一個 可以發揮所長的地方 ONTV東網電視新聞台報導